据一位影评人发布的照片显示,有人在豆瓣上私信他称,《流浪地球一切好评》评论改成一星,给一千元差评费,有意联系。 而在豆瓣《流浪地球》电影页面上,这位影评人给电影打出了五星,目前已经获得了三万八千余个。 有用。点赞,另有其他给电影打了高分的影评人,也晒出截图表示,受到了类似的私信。 还有网友称,原本一条获赞两万的四星好评,被评分人又改成了一星。 但此前给四星好评的点赞,并没有随之取消。 反而因为点赞数高,而导致最后的一星评价排在了前面。 同时,我赞的是原本的好评,而不是修改后的一星评分。 豆瓣的评分也因此引来了不少争议。 有人质疑称,电影是否遭到了乐意一星评分。 还有人质疑,豆瓣评分机制中,更改星级评价后,为何点赞数不能取消。 但也有网友认为,豆瓣本身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对电影的交流平台。 打几颗星都是观众的自由。 北京报记者注意到,受到,豆瓣改差评有钱。 事件的影响,有不少人还特意到手机应用商场中,给豆瓣APP打出了一星。 2月12日中午,豆瓣回应表示,评分大幅修改,属于非正常评分。 不会计入总分。 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,我们也在紧急优化产品功能。 修改评分后,修改前的,有用。 点赞,数据将被清零。 来源,北京头条客户端。 来源,北京头条客户端。